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介绍 那事实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其实是大家经常在谈的一个话题 那或者大家听过CSR这个部分 但是包括相关联的一些观念 像什么叫做ESG 甚至像联合国的永续目标SDGs 那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大家其实都是一知半解 那尤其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些口号吧 喊得趁天想 那到底落实在法规的要求上面 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那尤其是这个部分 到底是属于鼓励的性质吗 还是属于法规的义务 那做与不做之间 到底会有什么差别 这个其实是我国的企业 是必须要了解的部分 那我们事务所在 从去年开始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组 就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 有花相当多的时间 而且长期的在做说明跟介绍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今天是利用 反正现在是台湾 台湾是疫情期间 大家都在家上班 那利用短短的时间 也等于让大家有机会 一方面学习或复习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规的一个状态 那我先介绍一下 今天的主讲人林子瑶律师 林子瑶律师是服务于 万国法律事务所 那他的专场 本来就是企业的相关的一个法律 包括投资跟法尊方面的相关的部分 那尤其是在刚才所讲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规范的部分 有相当的研究 然后也把这个部分 有发表在万国法律的杂志上面 大家有兴趣去看那个部分 会得到更多清楚的资讯 那我就请那个林子瑶律师 来当今天的主题的主讲人 我们今天预期是只有20或30分钟 所以请那个子瑶律师 你就直接开始说明 谢谢林律师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 一些规范的实践 那其实我们早期 台湾在CSR这一个议题 其实是空窗蛮久的 那国外其实已经如火如荼的 一直在发展 那我国其实到了最近几年 这五年来才开始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 不管是把法规去具体民文化 还是说我们社会上比较多人 在讨论这个议题 不过直到现在其实大家 还是针对这个CSR跟ESG 这两个好像晚近蛮常出现的这个名词 有一点不是能够分清楚这两者的差别 那刚好我们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CSR跟ESG 这两个概念在我国的法治上 如何去形成 那现在大家是如何去理解这两个概念 那其实这个CSR它的概念就是说 企业社会责任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107年之后 公司法其实也明文规定说 公司得为这个公共福祉 人道主义及慈善的目的 去做一些捐献 也就是说 其实在107年开始 我们公司法终于明文的去规定说 我们公司得为 得去做公益 可以去考量一些企业社会责任 不过其实早在这个107年之前 我们企业端就一直有在做 那不管是早期的 比如说像921 甚至是我们过去比较严重几个风灾 88风灾等等 其实一些社会上发生一些重大的灾害 其实企业都有捐钱 甚至我们在一些这个新闻的跑马灯 都会看到说台积电捐多少 红海捐多少等等 那其实这个就已经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只是说这个规定一直没有被 明文的定出来 会导致说有些企业的负责人 会担心说 如果现在让公司捐了一笔钱 出去给公益团体 那将来会不会被股东追究 我没有把钱拿来分英语 那其实就有一些这个负责人 会担心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们在107年公司法修法才去予以明定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立法者 也允许也肯认我们的公司负责人 可以去考量公司 在公司的财务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去兼顾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立法的环境 也是花了好久好久的期间 可能是一二十年去再争执说 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去明文的立法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在讨论 企业可不可以做公益 企业可不可以去散尽社会责任 那终于到107年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点就画下句点 那也就是说过去在讨论的是 企业能不能做社会责任 可不可以去去做公益 那现在OK了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来是第二个层次问题 就是说那如果说今天企业真的要做公益 那什么叫公益 那什么是我们企业端可以去考量 可以去为我们社会谋取更大福利的方向 那这个ESG刚好可以用来填补这个 这样的一个缺憾 那ESG其实就是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 那它主要分为三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环境 第二个区块是社会 第三个就是公司治理 那这个三个区块其实就呼应到CSR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得为公共福祉去从事人道主义跟慈善 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可以去尽量去做简单减碳 尽量去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去使用绿电 那当然我们就对这个地球的负担比较小 那当然我们对后续的子孙的永续发展 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那另外如果我们说可以去更关怀一些社会的弱势 或者是说更关怀劳工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那这个对减少社会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从这两个去两个面向去看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ESG其实就是把CSR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方向 更明确的去阐明啊 那当然公司治理的话就是说 透过公司内部好好的去监督治理 不要有这个企业负责任 这个自肥或者是掏空公司资产的状况 那一方面也可以更落实 这个公司的所有利害关系的权益 包含股东 那劳工 还有这个 比如说工厂附近的铃人等等 好的一些利益 也可以透过公司治理去获得确保 那不过ESG毕竟是一个理念啊 那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外 很多的这个跨国组织都有在颁布 所谓的这个ESG的一个要职 那包含联合国甚至是劳工组织 或者是OECD的多国企业指导等等 这些跨国性的组织 也都有在介绍什么叫ESG 虽然每一个组织对ESG的定义 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大致的方向性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国到底有没有把这个ESG的概念 予以民文化呢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上市上位公司的企业社会 责任实务守则 那其实这个CSR的一个我国立法的架构 其实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公司的规模的大小 比如说公司法规定的是所有公司 那当然包含中小企业 但是呢 这个上市上位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实务守则呢 这个部分是针对大型企业去做一个规定 包含公发公司 甚至是比公发公司规模更大的 比如说上市贵 甚至是有特定产业或者是规模达到一定的这个实收资本额的这个企业 我们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法律上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做大小分流 也就是说 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很有名的台词 就是蜘蛛人的这个叔叔 这个uncle跟他跟他讲 就是说能力越大责任越重 那如果说今天有一间公司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甚至是它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大小的话 那我们应该克予它更重的一个社会责任 它要帮社会去谋更多的福利 但是如果你的规模是比较小 比如说是一个中小企业 甚至是才刚创业的一个新创事业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去要求它去做到那么多 因为它可能光是要生存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立法规范上面 大概就分这四个等级 那我们先从这个公发公司里面来看 如果是公发公司的话 我们证交法有规定就是说 我们的公司在揭露年度财务报告的时候 必须要做这个公司治理报告 那里面要评估的项目包含就是说 有以下七点 上市贵公司它依照刚才提到的这个CSR实务守则 去做完全性的揭露 但是公发公司毕竟它没有上市贵 它规模没有像上市贵公司那么大 所以我们的这个证交法只有要求说 针对这七点跟上市贵公司 他们揭露的这个差异性 我们去阐明说你的差异 以及你会有差异的原因 而且都是做一些概要性的记载 比如说像这个第一点里面 你有没有去做这个公益议题的风险评估 那你只要回答说是或否 那比如说你没有做 那你就回答说 那你没有做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这个理由都可以是很概要性的去阐述 那所以说其实针对公发公司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要求 他一定要做到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只是要求他去揭露说 你有没有尽量的去做 那如果你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其实这个要求 有强制力道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大 那如果是上市贵公司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如果是有进到上市上贵 那当然股东人数更多 投资人更多 那我们更要求说这样的一个公司 你既然有能力 那你就应该要尽量的去做这个公益 那包含我们的这个CSR 实务守则里面就有揭示到 有要去从事四大方向的阶楼 包含公司治理 永续环境以及维护社会公益 甚至加强这个企业的资讯揭露等等 那从这边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CSR实务守则 就有把ESG的概念给引出来 有包含公司治理 这个环境以及这个社会 这三个方向就予以名文化了 那这个部分针对上市贵公司的话 他要揭露的事项就比单纯只有公发公司来得多 他比如说他就要揭露像下面有六大事项 而且这六大事项的揭露 就不会是像刚才的公发公司 只是说去做一个原则性的揭露 yes or no 就不是哦 他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提到 包含董事会通过的具体方针 以及你的运作状况 以及你拟定的目标 以及你这个目标有没有去达到 那你的绩效如何 你的措施如何去运作 甚至像第五点里面有提到的 你甚至必须要去针对这个供应商 他提供的原料 对环境跟社会重大议题的 这个管理跟绩效资讯的揭露 白话一点来讲就是说 供应商供应的这个原料 有没有符合比如说环境的永续这一点 你就必须要去管理 如果他没有做到 你甚至可以去要求他说 你提供的这个材料 尽量去要符合这个环保的诉求 不应该用这些有高度污染的材料等等 或者说制程也必须要留意 那这一块是有关上市上位公司 我们要求他必须要做 那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最近这一年来 我们很新闻上很薄板面的几个议题 那其实都跟ESG跟CSR是有关的 举例来讲 我们半年前的那个新闻 就是这个新疆棉的这个议题 那到底说这个先撇开 就是说新疆这边到底有没有 实际状况如何 现在可能外界无法知悉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新闻知道说 我们的很多跨国企业 尤其是这些时装产业 对这个人权事件是非常的要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保新疆的人权 有获得保障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不要去采用新疆棉这样的一个原料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诉求其实就是针对社会议题 针对人权 所以这个在ESG里面 它其实就是那个社会这一点 它贯彻在我们的这个CSR跟ESG的理念之间 那另外像早期有一部电影叫血钻石 它其实就是在讲争议矿产的问题 那像这个争议矿产 像最近比较常听到 就是说像钢果有叛军在占据某些地点 那像这一块 这一个地点 可能会有这个叛军强迫当地居民劳动的状况 那所以说像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企业 就不去采用这所谓的争议矿产 比如说像友达 或者说蛮多上市贵公司 它就不采用这个钢果 这个叛军所占领这一个区域所出产的这个矿石 或者是石油等 那像最近这一个月 也有看到一个蛮重大的新闻 比如说像台积电 它就有要求说 它的供应商必须要针对这个碳排放的部分 去做一个减碳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这个部分 台积电它其实就是在旅行 刚才我们讲到的上市贵公司的CSR守则里面 针对供应商的这个环保议题 要去做管理 那所以说台积电就抛出一个议题说 如果在一两年内 我的供应商没有针对这个减碳去提供方案 没有去降低自己的碳排放的话 甚至我将来可能不对你采购 那所以这一点 其实就是在ESG里面的那个环境 就是一的部分 那其实台积电会有这样的一个管理供应商的做法 某程度上来讲也是因为它上游 比如说像它的客户 比如说苹果 像这个美国的Apple公司 在去年的第四季的时候就有发布一个新闻稿 然后有对外去宣布说这个苹果公司在2030年要达到这个碳排放 碳排放是归零 那这个归零的部分包含它自己要降低排放 那也包含它会要求它的这个供应链的所有供应商的这个排放量 那总和要为零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怎么样 就是上游去规范中游 中游就规范下游 那当然台积电 这个也要针对它的下游 去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它才有办法去符合这个Apple那边的要求跟这个规制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台湾有很多这个零组件的这个供应商被台积电要求之后 那它也要进一步再往它的下游去做这个要求 那当然我们说透过这样的一个 台语有一句话叫丁锡关会西 底陶关本基 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可以达到说 进一步我们每一个大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都尽量去做到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 去符合ESG 那去善尽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除了刚才讲的上市柜公司之外 那比如说像特定产业 比如说像食品业化工业金融业 这几个这个对我们社会影响性更大 对我们人民的这个食品安全 这个影响更大的这三大产业呢 我们更要求说它除了要进到这个 CSR的还有这个ESG的这个资讯揭露之外 甚至我们还要求它要强制去编制 所谓的CSR报告书 那这个CSR报告书在2023年呢 主管机关可能也会把它改为叫永续报告书 那更符合这个ESG这个永续发展的理念 那除了刚才这提到的食品化工金融这三个产业之外 那比如说像这个餐饮收入达营收50% 甚至是股本达50亿以上的大型企业的话 也都被要求强制要去做编制 甚至在金广会所这个公布的 这个公司治理3.0 还有我们的这个永续发展 永续报告书的这个 这个永续发展蓝图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主管机关甚至要求在2023年 也要把这个门槛降到这个资本额20亿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主管机关 透过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规范方式 我们将来有可能会把这个ESG的理念 去进一步推动到这个资本额20亿元 以上的所有上市柜公司 那甚至目前这个据这个了解 就是公司如果要申请上市柜的话 再做这个上市柜审查 那也是要去这个也会去审查一个项目 就是说在ESG这一块 有没有去尽量去努力去完成 那所以说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目前台湾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是采取所谓的大小分流 越大型的企业被要求的越多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表格里面最下面这一行 特定产业的上市柜公司 甚至是说规模达到50亿 将来可能会下降到20亿 所谓的最大型的这个上市柜公司呢 我们要求他的揭露义务是最高 财报要揭露 甚至是永续发展永续报告书里面也要揭露 但如果说今天他的规模没有那么大 他也不是特定产业的一般上市柜公司的话 那他就不需要强制去编制永续报告书 但是如果说他志愿要揭露的话 那当然也是可以 那如果是单纯公发也没有上市柜的话 那只要在年报里面的公司治理报告去做一个概略性的揭露就好了 那揭露内容就不会说非常全面 那如果是中小型企业非公发公司的话 那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要求你要去做揭露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做公益的话 我们也很欢迎你去做公益 那这一块是我们目前台湾有关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法治 的一个方向 那以上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报告 谢谢大家 好谢谢紫阳 谢谢紫阳律师的一个说明 那个因为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这种方式 我可能开成个人账号 他限制我40分钟就要把我关掉 大家对这个部分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提出来请教紫阳律师 大致上来讲对于这个法规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台湾的法治面来讲 其实目前看起来显然是以引导取代所谓的处罚 那你说他的具体的鼓励措施 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很具体 没有很多了 不过我们还是提醒企业对这个部分 还是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我们清楚的感觉到 就是主管机关 尤其像是在金管会 是大力的在试图提高这个部分要求的强度 所以在什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阶段 会把它变成一个有强势力的做法 这个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建议 企业对这个部分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处理 那我们接下来 今天这一场 其实是从法治面先简单的做处理 那下一场呢 我们会请这个 现在目前应该也在场上 吴嘉欣律师 嘉欣你在吧 是 是我在 我会请嘉欣律师呢 再跟大家 大家分别在这个媒体上面 然后还有可能是在Clubhouse 分别开一场 就是针对刚才 紫瑶律师所讲的 在几个规模 大中小的一个情况 在具体的落实的一个情况 像这一次呢 紫瑶律师有提到的是台积电的例子 但是事实上在台湾 已经有不少企业 开始在落实ESG的一个做法 那嘉欣你那边要不要简单的用一分钟 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是 谢谢林律师 那各位好 我是万国的吴嘉欣律师 那就是刚刚谢谢紫瑶律师 清楚的也简单扼要的介绍了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法治的这个相关规范 那在下一场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说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在政府端 以及在企业端的落实 包含是我们的政府现在采取的什么样的具体政策 来鼓励企业去落实社会责任 那我也会举出一些重点的标杆的企业 来说明说就是这些企业是如何来提升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它是如何撰写企业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 那也包含刚刚子瑶律师所提到的 就是包含像食品工业 化学工业 以及金融业 金融保险业等等 被课与较高的揭露义务 那我也会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说这些上市贵公司 它是如何达到就是政府的要求 那并且有一个很很值得效法的表现 谢谢 好 谢谢夏欣律师 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 如果没有特别哪一个 哪位要提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会到这里暂时先告一个段落 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我们在脸书上目前最近成立的一个新的社团 还没有正式公开 不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地方加入 我们会把相关的法治的资讯丢上去 那社团的名称叫做新创技社会创新同学会 法治组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可以自由的来加入 那今天就先谢谢子瑶律师的说明 那我们在接下来再期待再跟大家做一些进一步的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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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